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讲 这个LINE最后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去解读 这个语音的讯息 那这支LINE的程式呢 我们前面呢 已经有讲过 这个文字对话型的工人助手 就是这一支AI Agent 然后呢 前面在之前呢 也讲过这个LINE的绘图功能 这里就是串接Google API的Gemina 然后让它review绘图这样 那在之前呢 也讲过这个名片资料库 就是呢 它可以读取图片 然后将图片的资讯写入资料库 然后你可以对资料库进行这个查询跟写入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呢 这一支完整的程式呢 其实就是这一 这个我这个短片做的功能呢 就是一分钟实现这个LINE的万人AI助手 它可以进行文字对话 然后也可以图片分析 去建立这个资料库 然后也可以进行这个画图跟解读这个语音讯息 那在进行这块图片解读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FASIC这个LLM的这个节点呢 就是先让它判别这个图片呢 是什么类型 名片路标还是其他 然后名片就走这个名片的通道 这样让它去建立这个名片资料库跟对话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路标的通道 解读这个国外的路标 然后进行翻译跟解释 那下面这个就是解释其他的图片这样 那我们简单来讲一下 这一支全联AI的机器人是怎样 首先你从LINE接到讯息的时候呢 它会先去判断 这个IF节点判断是文字讯息 还是其他种类 那这个文字讯息呢 它就是进行上面的处理 那其他种类它会再去判断是 是这个照片的内容呢 还是其他的档案 那如果是照片呢 它上面就走这一条这个图片的AI agent的通道 那如果是其他档案 那就是我先把它归类在这个语音档 假设今天接进来是一个语音讯息这样 那第一个节点是进行什么处理呢 第二个节点就是说呢 LINE在接收这个档案的时候 由于程式跑太快了 那后面这个LINE的API接收的content内容 这个content的内容呢 它会变成接不到 那我前面呢 先加一个Delay三秒的节点 让它跑慢一点 然后就是可以确保这个content内容 可以抓到这个档案 那这个LINE的API这个content的URL呢 在LINE的Message API文件这边 可以读到 可以这里都有解释怎么用 就是把这一串 这个URL呢 把它贴过来 这个HTTP的这个节点 然后方法要用Date 然后这个Message ID呢 就是我们Webhook接收到的 这一串讯息的ID 然后记得要用这个 你的LINE API 那Centify记得要用content type 跟application.json 那我们从LINE这边 接到这个语音讯息之后呢 它所收到的是一个二进制的档案 那这个二进制的档案呢 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 帮它给一个档名呢 就是乱述的档名 然后呢 输出这个 可以拉档名的一个outputs就对了 然后我们就是要传到这个 subverbase这个空间这样 那这个就是把这个档名给它拉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支语音信息呢 传到subverbase 传到subverbase干嘛呢 我们再从subverbase提取这个URL 然后拿到这个你的档案的URL 那拿到这个URL怎样呢 然后这个我们把刚刚的这个语音档呢 传到这个accessibility AI 那accessibility AI呢 它这个呢 我们就是在前面第15堂课的时候 有讲过什么用 我们15堂课的时候 我们第15堂课的时候 有讲过这个subverbase跟accessibility AI 所以我这里呢 就不多做解释了 那反正呢 传到这个accessibility AI之后呢 我们再去抓这个 这个档案的这个ID 就是抓 我们要把它这个档案转入就对了 那转入过程是要时间的 所以呢 我们用if节点要去抓它的状态 这个状态 我们抓到这个状态呢 就是要complete之后呢 就是转入完成之后呢 才会继续往下走 那如果还没转入完成 就一直的抓状态这样 抓到它转入完成之后 那我们才可以进行输出 那转入完成之后呢 输出它就是你可以看到 语音转文字 那后面呢就是 再进行这个AI agent的对话 跟AI agent接到这个文字讯息 然后进行对话之后 再回应到这个line 基本上这个语音的功能就是这样 那其实呢可以不用做了这么复杂 我这里所有的方法呢 都是建立在免费的前提下 就是给学生去做免费测试的 让各位去了解呢 实际上这些节点功能的应用呢 实际上这些节点功能的应用呢 到底是怎样 那你如果有OpenAI的API的话 非常简单只要两个节点就搞定了 这样那OpenAI的方法 其实网络上很多人交了 那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免费 有免费的做法这样 那有兴趣的呢 各位在自己去尝试 这样做出来呢 就是一个万能的AI助手的功能 可以读语音可以图片分析 可以绘图可以文字对话 然后也可以连接资料库 非常的方便这样 那这个呢 我可以测试一次给各位看 我们就按Test workflow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把 信息给贴进来 开始执行了 Delay三秒 传传 然后开始转入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停的在转入 把它完成了 好就是这样 它就是这样完成 这样 就是这样完成了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 我只会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